新义兄体育会在理事长与中感受的用心推动下 渐渐将传统传统社稷运动待在新义兄发展 并突然到每节目标 不少乡亲都不用了社稷幸运 在大家的支持下中 新义兄体育会正式基本社稷要掐材 超过200位社稷还好吃 不明参加 典型传统社稷的技术和进行 新义兄体育会为了提供传统社稷 过去都是采取核实性的比赛活动 并且提供提供典型金 让新义兄和服务 经过两年的提供 都已经成功才不会出社稷 因此这次是姻兄体育会决定 基本正式的传统社稷比赛 我们新义兄体育会一直努力 发展我们传统社稷的比赛 这个社稷的事项 我想在我们经过一两年来的努力 我们一直在用动爱台湾的经费 来办理我们那个射箭的比赛 希望说能够带动我们地方 传统射箭的这个项目 能够让我们的选手 能够更精进他们的技术 在以后的全国研究民运动大会 或者是布农主运动大会里面 能够得到假期 这个射箭活动最重要是在推广 那我们有五个理由 努力的去推广 第一个就是射箭也是一种传统的文化的一个精神 意涵在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 它也能够让我们射箭的技术提升 第三个就是增进人机的互动 第四个就是能够增进 大家对休闲运动的喜欢 这次比赛 近中部地区超过200位的 射箭好球再来参加 台湾军是信用的布农作人 也包括用来各种小学生都报名的比赛 允许大家对着传统射箭去爱 毕竟我们需要恢复这个传统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剑啊弓啊 都是必须要用到是纯竹子 或是纯木工这样 这样才能做到一个传承的一个动作 更是能够培育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有那个运动的精神 我们发现到这是一个有文化财成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心理箱能够更喜欢 再来就是因为现在射箭活动 大家都会慢慢开始非常的重视 那透过比赛 透过互相的分享体验 让我们的射箭能够蓬勃发展 那今天参与的人数也是相当的多 中部的一些县市也都有派对参与 那这么大的盛况 也是我们办理运动 台湾传统射箭的这个比赛事情 今天算是人最多的 先向台湾传统射中专门在 一种感受苏心间的用心推动下 一种成功推动到每一期的暴露 台湾传统射箭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保持训练 提心下集技术 也团兴这首个关注民族的传统文化 期待给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